大宋第一美食博主的宝座非苏东坡莫属 苏氏存氏的作品中与吃有关的诗歌达到五十余首 涉及食品、食材的文章就有一千余篇 目前全国有六十多道以东坡冠名的菜肴 比如东坡肉、东坡鱼、东坡饼、东坡豆腐、东坡羹等等 它为中国美食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饱餐果腹并不是男士 但说起食髓之味并不是人人都能做到 食髓和之味相加恰好是苏氏的生命实践 身兼老涛与文豪两重身份 苏氏深安美食滋味与人生旷位 他写过一首略带游戏性质的七诀 庐山烟雨浙江潮为至千般恨不消 道德还来别无事 庐山烟雨浙江潮、苏氏观潮 读懂这首诗就读懂了苏氏的一生 苏氏的活过很大程度上和吃过联系在一起 一、对吃的热忱或许和苏东坡身上的属人基因有关 唐宋之际梅山是问麦鼎生之地学风未然 两宋三百年间梅山出了八百多位进士 家幼二年1057梅山13人进士极地 其中便有苏氏、苏者兄弟二人 21岁就明满精华的苏氏未必能想到 春风得意马蹄级的背面是坎坷曲折的围观生涯 科考离家后除了为父母守孝 他就再也没有回来过 不是在外任职便是流放辗转 梅山之于苏氏更多是一抹香愁 一口终生难忘的家乡味 梅山是苏氏的根 属地是苏氏的魂 有些东西写在了他的精英里 他因和弟弟苏哲的诗里 苏氏写道 属人衣食尝苦尖 属人游乐不知还 千人耕中万人时 一年辛苦一春闲 闲时 上以残为时 共望辛苦逐新欢 去年双将卓秋迪 今年搏击如连山 破瓢为伦 土为府 争买不斥金与丸 一夕与子皆同贯 年年废数走是关 世人争夸斗巧智 也人阴雅遭欺瞒 世来时我感救世 不被去国碑流年 苏氏何子游残世 苏氏的人生可谓波折 儿时的眉山记忆 是为数不多的顺遂月了 少年不时愁滋味 对人生的风雨如晦 未见的有所准备 老来幽闷呼还乡 看到童年的往事历历 杨柳依依 想必又是万般滋味 缘分二年 1079的乌台实案 彻底改变了苏氏的命运 前半生的苏氏 是北宋政坛的天之骄子 和风云人物 后半生 他是政敌构县 朝廷贬折的流民 苏氏被贬黄州 任团练副使 听起来还有个职位 其实俸禄取消 公务绝缘 本质上与被监管的犯人无异 苏氏一下陷入了截居 常常缺少食物 每每困窘匮乏 没有居所 没有定粮 他只得先借住定会院 跟着僧人一起吃素 半年后才算在林高亭安稳下来 被贬折之前 苏氏每月奉路优厚 可以供养几十口人的生活 如今 苏氏不得不面对现实 在城东开墾荒地 种植果树 补贴家用 他给这块地取名东坡 东坡居士的称谓 正是由此而来 公元1083年 苏氏贬折黄州的第四年 故人朝元修前去探望 除了叙旧 还肩负着苏东坡的嘱托 将一种梅山特产带到黄州 这是一种名叫油勺的山间野菜 相当于今天的豌豆苗 苏氏嗜好此位 离乡15年 常常思念 借朝元修自属地前来的机会 总算能大快躲一一番 苏氏是一个有头脑的人 将菜命名为元修菜 种在东坡之下 引荐给黄州百姓 对元修菜 苏东坡难以忘怀 他在给朝元修的诗里写 此物都妩媚 中年细于凶 苏东坡对美食交流的贡献 远不止元修菜 东坡肉在中国是一道名菜 而这道菜的本名 应该叫回赠肉 宋神宗新宁十年 1077 苏氏在徐州任之州 7月 黄河在禅州绝口 8月围困徐州 水位高达二丈八尺 之州苏大人身先士卒 率领军事与全城百姓 共筑堤坝保护城池 奋战七十余天后 徐州城化险为一 百姓为了感谢父母官 杀猪 宰羊送到治府衙门 他不便推辞 收下了 苏氏没有独占这些食物 而是命人将猪肉按法烹煮 回赠给抗洪的百姓 徐州的风物质和文史资料 记载了这段故事 到了黄州 擅置猪肉的苏氏如获之宝 他发现黄州好猪肉 价贱如泥土 富贵人家不爱吃 平民百姓又不知道怎样料理 苏大人专门为黄州百姓 写了一篇猪肉送 还著名做法 惊喜锅 少注水 柴头眼烟烟不起 待他自熟莫催他 火候足食他自美 这其实就是文火炖肉 在黄州与好猪肉相遇 苏氏对生命的热情 也重燃了一点 回赠肉的故事还没有结束 元幼四年 1089 苏氏第二次赴杭州任职 他输军湖泊 修滴筑桥 今天杭州西湖苏滴 就是当年苏大人的杰作 杭州百姓为感谢他 投其所好 抬猪丹酒 苏氏重复了徐州回赠肉的故事 又融会了新的烹饪方法 猪肉切方块 加酱料着色 红酥酥 油润润 是今天常见的东坡肉 苏氏的贡献是 将百姓不懂烹饪的菜肴 通过自己的实践 写成菜谱 让更多的人学会 传播美食 分享美食 2. 少盛元年 1094 苏氏又上路了 这一次 他的流放地在广东惠州 这里唐朝就是越东的枢纽 但是人最先想到的惠州是荒满与苍凉 苏氏在自己的诗文里 也把惠州想象成杖力之地 持魅为灵 到了当地 惠州乡贤和百姓给苏氏举办了一场欢迎仪式 让苏氏暂时淡忘了贬折的繁忧 惠州确实是苏氏的福源之地 他深感风土 食物一点不差 官吏百姓也相待甚后 因此棉食甚家 悠哉悠哉 疗以足碎 这次苏氏对流放生活适应得更快了 有病治病 无病登楼 广交民事 便寻美传 岭南一带盛产瓜果 杨贵妃爱吃的荔枝也产自这里 苏东坡亲自品尝后 为这些瓜果做宣传 也为更多人窒息 琵琶 杨梅 荔枝 龙眼 柚子乃至槟榔 豆粉墨登场 名垂青史 最知名的当属下面这首 罗浮山下四十春 芦菊阳梅次第心 日大荔枝三百克 不辞常作理男人 苏氏十荔枝二手其一 苏氏是一个豁达自由的人 入世是显能 出世是风流 人间美好令他流连 却无法阻止他吃成飞翔 他不像李白是折仙 从不对人世间的俗物过分的关切 也不像杜甫 将众生的苦门悲心都扛在肩上 放在心里 即便在惠州流放期间 苏氏也潜心地方建设 疏解民间疾苦 筑桥修低 改善农丧 身处江湖之远 苏氏对庙堂不敢忘却 因为那里不只有他的仕途 也有万民福祉 这也是为何在外任职的每一站 苏氏都办实事 有盛名 苏氏吃过人间的苦 因此他惜人间的福 食吃懂吃 便是这种心态的猪脚 贬折惠州 是苏氏个人的不幸 但对李南而言 那可是别样的因缘 据惠州至义文卷统计 苏氏预居惠州近三年 所作诗词 旭拔 杂文 书信等近六百篇 从产量而言 眼高于黄州及此后的海南丹州 以至于晚清惠州诗人 江逢臣有诗说 一字剖宫着南海 天下不敢小惠州 苏氏的到来 让天下人都不敢小去惠州 通过他的诗歌 这里的特产也声明远播 三 少生四年 1097 苏氏接到一封情州别嫁的告令 他又被贬了 都是他的一首诗惹了祸 白头消散满双风 小哥腾床忌病容 报道先生春睡美 道人轻搭五更钟 苏氏纵笔 政敌张敦看了之后 直接将苏氏送到中国最南端 海南丹州 这里也是大宋众多宰相的归宿 包括李冲举 扣准 李刚等人 以62岁的年龄 苏氏从惠州 在扁海南丹州 说不痛苦是假的 他已是多愁多病之身 在和友人亡敏仲的心里 苏氏说自己是垂老头荒 恐怕难以生还 抵达海南后 先要做口棺材 先要修建墓地 然后把手稿书信留给朱子 做好死后葬身海外的打算 他又说 丹州食无肉 并无药 居无事 处无有 为了换取基本的衣食 他把随身酒气都卖了 唯独留了一只心爱的荷叶杯 宋朝的海南 名声凋敝 流放至此的待遇 仅次于死囚 当地李族人就地取材 食物竟是根精类和毒蛇猛兽 熏老鼠 烧蝙蝠 烤蝦蟆 烤蟆 烤蜈蟆 浩克的李族人向苏氏推荐了这份食谱 把他吓得不轻 他在诗里记录了这种无奈 五日一件花猪肉 十日一遇黄姬州 寄生丹州 天高地远 大活人竟然要被吃不到肉憋死 好在 天无绝人之路 一种罕有的海产 拯救了苏东坡 在给儿子苏过的信中 苏氏得意地写道 冬至前两天 海南少数民族献上生蚝 剖开之后 得到树生肉 稍小的蚝肉 与枝叶一同入水 加酒烹煮 吃来是从未领略的美味 如果个头稍大 直接烤熟 比煮得更加美味 聊完这番美食谈 苏氏还和苏过说笑 千万不要说出去 免得北方那些官员君子知道了 争相贬折到海南来跟我抢这口吃的 生蚝虽美 毕竟难求 苏东坡在海南继续他的美食发现之旅 他对鼠玉有偏爱 有一年除夕 拜访有人张仙 他写下一首 生去盎然的戏作 松风溜溜坐春寒 伴我鸡肠想夜兰 牛粪火中烧玉子 山人更吃懒残残 苏氏除夕房子 也是烧玉戏作 在丹州 除了海味 苏氏也在陆地上物色上家的食材 折居天涯海角 又已过六十高龄 生病对苏东坡是常有的事 苏过想给病中的父亲调理身子 因地制宜 便以山芋做粥羹 苏氏喝后深绝可口 也倍感欣慰 特意为这碗粥取名玉散羹 还做事一手 相似龙咸仍艳白 味如牛乳更全清 莫将北海金鸡块 清比东坡玉散羹 苏氏过子呼出心意 以山芋做玉散羹 色香味皆其却 天上苏陀 则不可知 人间绝无此味也 将一碗粥比作牛乳龙咸 已经极尽夸张 更觉得是诗的名字 过子呼出心意 以山芋做玉散羹 色香味皆其却 天上苏陀 则不可知 人间绝无此味也 诗体比诗文更长 除了美味 身为人妇的欣慰与喜悦 也可见一般 青石滔东坡时序 诗意图测 博览物产 金鱼食道的苏氏 曾经下过判断 海南所产金 涂不足于石 乃以鼠玉杂米做粥米 以取宝 海南的稻米稀少 鼠玉杂米来帮衬 也形成了愈加精细的 昏粥热吃 素粥粮吃的粥文化 吃不到鱼肉的日子 苏氏对素食粥耕 颇有研究 即使身在绝境 年老多病的苏氏 也没有放弃寻找当地美食 四 剑中进过元年 1101 新帝登基 大赦天下 64岁的苏氏 终于可以回家了 渡海还乡那一夜 他在诗里写 苦语中风也泄情 天荣海色本成青 苏氏就是这样的人 他有不满 有愤闷 有物质的困顿 也有精神的苦恼 但他懂得放下 知道超脱 既来之 则安之 命运露出獠牙 我一抱之以歌 美食 是他的放下之徒 超脱之道 苏东坡不偏是真修美传 不拒绝香野食材 保持好奇与天真 凡能入口 皆能入心 富足食 大鱼大肉 也食的 窘破间 蔬果粥羹 易自足 外力的压迫和虔诚的暗淡 催生出另一个 从生活里抬头的苏东坡